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始出发 请继续收看外发明 极限 轮滑侠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外发明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来的嘉宾是来自清华大学的王子熙老师 欢迎王老师参与今天的节目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跟一项极限运动有关 说到极限运动 王老师都听说过哪些 有轮滑 冲浪 还有攀岩 还有跑酷等等 今天我们发明应该说跟一个极限运动有关 它应该说是一种极限运动穿戴的工具 要说到就是前不久刚刚上演的一部电影叫做《十二生效》 由成龙主演的 您看过吗 看了一点 就是电影一开场非常酷的镜头 就是穿着极限轮滑衣在地上 你说他是爬呢 还是在驾驶呢 反正就是在那往前运动 非常的酷 今天我们有一个发明人 他就发明了一个极限轮滑衣 一起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 发明人田晓龙 发明项目极限轮滑衣 什么玩具 什么玩具 这个叫极限极限运动 对对对 叫极限运动的 咱们像《十二生效》里面的那个 对对对 这就是《十二生效》里面的那个 厉害的 真厉害的 谢谢 谢谢 改天外做一个 引起大家围观的这名小伙子 名叫田晓龙 他就是身上这款极限轮滑衣的发明人 田晓龙今年二十五岁 是乌鲁木骑士当地的一名轮滑教练 他是著名影星成龙的超级粉丝 去年 在成龙主演的电影《十二生效》中 成龙穿着特制的轮滑衣 在拉脱贝亚的盘山公路上急速狂奔 短短五十秒 穿着轮滑衣的成龙 展示了高难度的滑行 旋转 翻滚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 尤其是在各个弯道的高难度飘移 更是让人尸脉膨胀 心跳加速 看完《十二生效》后 小龙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 他决定要模仿成龙在里面穿过的轮滑衣 自制一套全新的轮滑衣 设计画图 小龙一步步进行证轮滑衣的准备工作 三个多月过去了 十日的新疆已经开始下雪 小龙在轮滑衣却迟迟没有做出来 原来 二十五岁的小龙已经有了自己的家庭 年迈的父母和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 已经让这个年轻人有点喘不过气来 他这个做的时候 就有些特别多的困难 经济这方面困难 主要就是经济来源就是困难 因为他现在一家里 你看这个房子乱七八糟的 都要他自己一个人承担 小学四年级就辍学的小龙 家里共有第九四个人 家境贫寒的他 辍学后就一直跟着父亲卖凉瓶 结婚后 小龙又肩负起 抚养两个儿子的责任 家庭的重担 似乎让这个年轻的爸爸 有点承受不过来 而轮滑衣的出现 却让他肩上的担子 更加沉重了 轮滑衣迟迟没有着陆 主要的问题还在于材料 据了解 成龙的轮滑衣 选用的材料是玻璃钢材质 这样的材质既轻便又坚硬 不过材料本身的价格太昂贵 开模的投入资金 就更大了 资金的短缺 直接导致了材料的窃缺 小龙只能退而求其次 选择了金属材质 不过选材料的过程也充满了波折 我当时走了好多家咱们不锈钢制作的店 完了之后 大家听我讲述制作的东西之后 大家都不愿意去给我做 因为觉得太小了 太小太麻烦太碎了 而且占用时间太久 之后他们就拒绝了我 完了我就有一些绝望 我就抱着适时的态度 就走进了一家店 走进去之后 我看到一小伙子正在汉街 于是我就跟他搭上话了 我就跟他聊这个事 完了之后 刚好我们聊聊的有共同的爱好 他也非常喜欢龙花 而且他还见过我画龙花 所以他就看到我之后 我说这些事情 他非常高兴 完了之后 我这次还给他讲 我要需要做一个 试而生肖龙花仪 他觉得很神秘 很神奇 因为他也没有见过 其实他有一种好奇心在里面 他就答应了 他就答应给我做这个龙花仪 一个月后 完全模仿成龙款的第一代轮花仪 终于诞生了 第一代轮花仪 完全模仿成龙在电影中穿着的款式 全套装备 共由头 胸 背 手臂 膝盖 脚 六个部分组成 共二十八个滑轮 滑行时 首先需要用轮花鞋进行助跑 然后膝盖首先着地 其次胸部着地 向前滑行 自去的轮花仪终于完成了 尽管天宫不作美 路面积水严重 小龙还是决定试一下 第一代 极限轮花仪 第一代轮花仪一亮相 就吸引了路人的围观 有人还自告奋勇地 帮助小龙穿衣服 在记者了解了 轮花仪的组成结构后 小龙又开始向记者 介绍起轮花仪的材料组成 这些轮子都是从 那个轮花鞋上面拆下来的 对 比如说这样 圆轮是那个 从轮花鞋拆下来的 这个轮子呢 主要就是滑板 进气滑板上拆下来的 我看这个 你这个也是用铁的做的 对 装板的 对好重的 这个龙花仪还没有试过吧 还没有 一会儿咱们试一下好吧 好的好的好的 哎哥们 见过这种东西吗 没见过 好玩吗 挺好玩的应该 你觉得这东西 比较危险吗 什么 比较危险 比较危险是吧 为什么呢 没有啥保护措施的 咱们那个一会儿的话 你看今天咱们那个乌鲁木齐 室里面在下雪 地上都是雪 对 会不会太缓 我挺担心的 你们是不是也觉得有这种担心是吧 嗯 因为这个雪天的话 是不是 你觉得 对 如果有雪的话 它对我龙花来说 因为我有个起步嘛 可能会有影响 如果说我要趴到地上 影响不大 应该影响不大是吧 嗯 你觉得等会儿 如果有雪的话 这个咱们这个龙花衣 从来没试过 第一次试 会成功吗 呃 雪 因为现在这个雪 黏了很 站在龙头上 应该滑不动吧 应该滑不动是吧 应该滑不动 大家都挺担心的 小龙 咱们来试一次 好吧 好的 好 咱们就从这儿 滑到那儿试一下吧 好 咱们来一个平地的执行 好吧 好 有人担心轮滑衣的安全性 有人担心雪天路滑 轮滑衣滑不了 第一代轮滑衣 究竟能否成功滑行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哈喽 刚刚我看你这个滑行的距离 还挺短的 对 算成功吗 刚刚的滑行 这个也没滑多长距离 我觉得这个主要是轮子 轮子这个灵魂性不够 弯了之后呢 它有点重滑起来 好像这个期待中的效果 并没有那么好是吧 对 没有期待中效果那么好 对对对 滑行很慢 这个速度 对 要不你再试两次 好的 再试两次 给我看一下好吧 行行行 我这次尽全力保快一点试试 行 好 文华一的首次滑行效果并不好 我们决定再试一次 小龙 刚刚这边滑得怎么样啊 这边不是很好 还是滑不起来 对 就感觉没有咱们那个成龙大哥那么好是吧 对 是的 那我看刚刚你这个手臂为什么要抬起来 反正我觉得反正可能会滑得更快一点 你觉得会滑得更快一点是吧 对对对 这样子 是 那那个 妈 小龙 你去找个下坡是什么 因为今天雪大 所以说你这双坡不好吗 他找个下坡 应该滑起来 第一代轮滑一的平地直道测试并没有完全成功 在这名小伙子的提议下 我们决定找一个下坡再试一下 按照设想 坡道的效果应该会比平地更加好 第一代轮滑一的坡道测试即将开始 突发的状况让大家都没有料醒到 急着赶紧冲上前去 不知道小龙有没有受伤 小龙 没事吧 没事 刚怎么回事 刚这个手臂 我一刹车它就这样翻过去了 这样翻过去了 翻过去之后 把手臂这样窝了一下 胳膊就到后面 没事吧 你现在 没事没事 没事吧 就这 就这 原来 由于制作材料的缺陷 小龙轮滑一的稳定性能还没有达标 在刚刚执行下坡的过程中 小龙的手臂部位产生了偏移 整个身子被手臂部分牵绊 就发生了刚刚惊醒的一幕 那这么着吧 小龙 好 我看那个 成龙大哥那个龙花衣啊 呃 他好像会有一些 绕弯的一些 在那个盘山翁龙上面啊 绕弯之类的 对 你这个能实现绕弯吗 没试过 没试过是吧 对没试过 我觉得应该可以 你身体没事现在 呃 身体应该没事 咱们找个地方去试一下绕弯行吗 行没问题 好的好的 在记者的提议下 我们准备再测试一下 第一代轮滑衣的营火星 我们在地上摆上了几个障碍物 准备让小龙的轮滑衣 进行八字绕弯 轮滑衣一到弯都没有绕过 直接撞到了障碍物 小龙 刚刚那个 绕弯还是没有成功 试了好几遍啊 对对对 试怎么回事 我觉得 胸口的轮子太宽 转了之后呢 它的灵魂性不高 转过来 咱们手臂灵魂性也不够 对 转了之后 我觉得这个 需要再改进改进 整体的速度 灵魂性好像都不是太好 它速度也起不来 对 我们看到田小龙的第一代 这个极限轮滑衣呢 因为一开始学着做 完全是模仿电影里 成龙穿过的那一件 那刚才可能由于天气啊 场地等等原因 刚才试滑的效果并不好 好像稳定性也不太好 那王老师您跟我们分析一下 问题出在哪里 主要是手臂上的 手臂上的 它现在手臂好像一边有三个 对 每边有三个轮子 那么它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轮子的数量 比如说中间再加两个轮子 这样的话可以提高它的方向性 方向的稳定性 另外呢 它胸部的轮子的数量 也可以适量增加一些 它胸部现在有四个轮子 对 有四个轮子 是按照原来的电影里的方案做的 但是因为就是滑行的人呢 它的重心离胸部比较远 所以这个时候就偏 就是载荷偏心的情况比较大 所以应该在胸部上适量的增加一些轮子的数量 就提高是稳定性 好 那我们来看一看田小龙的第二代这个极限轮滑衣 会不会有这方面的改进呢 田小龙的第一代轮滑衣并没有成功 资金的短缺 材料的欠缺 还有较低的工艺水肿 让小龙差点放弃他心爱的轮滑衣 在家里 小龙一个人摸索着轮滑衣 看着墙上的成龙大哥 他决定 不能放弃 一个月后 在哥哥的资助下 小龙根据第一代出现的问题 改进了轮滑衣 全新的第二代轮滑衣 问世 第二代轮滑衣叫第一代轮滑衣 主要改进了两个部位 胸部增加了四个滑轮 手臂部位 小龙在下面增加了两个滑轮 用于提高稳定性 而前端又加上了一个滑轮 主要用于滑行时 手臂向后的时候 可以接触地面 那么 第二代轮滑衣能够不复锁吗 完成各项严格的操作 测试吗 来着全新的轮滑衣 我们来到乌鲁木骑士的南湖市民广场 轮滑衣的出现 再次吸引了路人的围观 在空地上 小龙开始测试起自己的第二代轮滑衣 起跑 滑行 这一次 轮滑衣不复众望 滑行了很远的距离 再次试滑 效果还真不错 小龙 我看了一下 你第二代轮滑衣 好像滑行得还挺顺利的 对 要不然你也来试试 什么 你也来试试 我会来试一下 那我不会溜冰 没关系 反正就是你手臂稍微用点力 安全系数已经很好了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 那要我试一下 我也挺好奇的 好的 虽然不会轮滑 但是记者其实早已经跃跃欲试了 让我们看看 不会玩轮滑的记者是如何驾驭 极限轮滑衣的 戴上手臂部分 记者艰难的穿上了轮滑衣 记者的首次测试 马上开始 那里漫要不行了 滑球 看 现在手抓住了对吧 滑球会客气 对 好 可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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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穿上这套轮滑衣 显得有点不合身 不知道记者能不能成功的滑行呢 要不然试试 行 我试一下吧 试试 总要迈出第一步 先日吧 要怕点吃 划斥 划斥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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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胸部下 这下水 胸会不会 着地 你每次着地会不会疼 会 有一点点 但是不严重 如果说你手 冲冲力量大的话 应该去不疼 来 我们试试 还有点去看 还有点 生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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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太紧了 都没下来 这太紧 它不是这样多下去 它是这样趴下去的 那我 手臂有前身往前趴 对 不行 到头了 真的撞到了 记者的第一次试华 以失败告终 记者还是有点害怕 在小龙的建议下 记者准备 先在地上体验一下滑行 再去测试整个过程 这样感觉挺好玩的 怎么样 这种感觉特别有意思 特别有意思 很刺激 我好像 练练练之后呢 你会下来之后 就是下得更好 我觉得好像还是 就是刚刚从站的时候 到跪下来那一步 挺难走的 对对对 其他的话 躺下来以后 就感觉好多了 好操控吧 好操控 就是 对对对 躺下以后 我觉得就是各方面 都挺挺舒服的 关键还是刚刚那个 从站起来的时候 到就是 到那个膝盖着地的时候 就是那一步 主要要克服那个心理障碍 而且你要瞬间趴下去 还有个高度 心里可以紧张 因为这个可能需要多练练 多练练是吧 对对对 起身后记者才发现 由于自己的姿势不规范 记者的工作服务已经被磨坏了 记者决定再次尝试一下 整个滑行过程 这一次记者终于成功的进行了试滑 刚刚第一次还挺紧张的 后来发现就是第一次 我自己感受了一下 发现就是从起身到落地那一刹那 的确需要有过硬的心理素质才行 其实是没事的 关键是自己害怕 对 就是有一点心理压力 对 完了之后你要稍微的坚强一下 一下子就下去了 对吧 对 第二代轮滑一经历了两次执行的测试后 已经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那么这样的轮滑一速度到底有多快呢 据了解 普通轮滑鞋在一般情况下 可以达到三十到四十千米每小时的最高速度 那么和普通的轮滑鞋相比 轮滑一的速度会更快吗 接下来 第二代轮滑一与普通轮滑鞋速度的比拼 即将开始 我们来到了乌鲁木骑士的鲤鱼山公园 这里有一条天然的跑道 刚好用来进行轮滑鞋和轮滑一的比赛 轮滑一的每一次出场都会引起大家的悲观 这一次也不礼拜 比赛双方拳手已经准备就训 一方是轮滑一 另一方是轮滑鞋 路自水手 谁也不得而知 一声令下 比赛开始了 滑熊 握倒 比赛的一开始就呈现出焦灯的状态 不过不一会儿 轮滑一就还是逐渐超过轮滑鞋了 并且逐渐拉抬优势 最终 轮滑一赢得了比赛 刚刚那个比赛 你看感觉怎么样 效果 好 你觉得哪个更厉害一点 那个 轮滑一是吧 对 这个厉害 之前见过这种轮滑一吗 没有 没有见过 觉得好玩吗 好玩 可朋友 刚刚看到比赛 感觉怎么样 好玩不好玩 好玩吗 这个比赛 今天哪个更好玩一点 龙滑鞋好玩 还是龙滑一好玩 你喜欢哪一个 哪一个好 龙滑一还有鞋 说 我喜欢滑最快的 滑最快的是吧 滑最快的 我觉得好像他的电影上的 绝对好像就是家的 这看起来就是真的 哦 对吧 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不再画一下 再画一下 再画一下 好 第二代轮滑一赢得了比赛 在大家的提议下 小龙又给大家试了几次轮滑一 有了如此高的速度 那么第二代龙滑一的 灵活性又如何呢 我们准备再次测试一下 继带龙滑一的 灵活性 我们来到一家超市的门口 积雪还没有完全融化 地面仍然湿滑 在这样的条件下 龙滑一能够顺利的 进行八字绕弯吗 不错啊 小龙 挺好的 这个绕弯我觉得 就三个弯 你绕了三个弯 然后就有最后一个没绕成 对对对 还行吧 灵活性太差 你觉得这个 起来吧 起来吧 觉得咱们第二代龙滑一 这个灵活性怎么样 现在觉得 如果 这个装距离再长点 可能就后面就绕不过去了 灵活性还是有待提高 但我觉得今天这个 也不怪你 因为咱们今天的天气 因为地上也太湿滑 对有点滑 这个有点太打滑了 其实本身的灵活性 我觉得还不错 你觉得 你觉得还有改进是吧 我觉得 手臂现在特灵活 手臂灵活 对对对 胸部现在没有 它这个手臂灵活 第二代 轮滑一的灵活性 较第一代 有了显著的提高 小龙却并没有 因此满意 根据之前的滑行经验 小龙认为 轮滑一的灵活性 主要在于人体 对手臂部位 和胸部滑轮的控制 他认为 目前胸部的八个轮子 还需要改进 这几天 父亲特地从老家宁夏 赶了过来 帮助小龙 照看自己的儿子 这让小龙的心理 终于踏实了 这样 他就可以安心地 改进 轮滑一了 半个月后 小龙终于制造出了 完美的第三代 极限 轮滑一 在市中心 穿着第三代轮滑一的小龙 再次吸引了路人的围观 第三代轮滑一 叫第二代轮滑一 主要改进了胸部的滑轮 改进后 胸部中间的四个滑轮 比另外四个直径较大 小龙认为 这样的改进后 轮滑一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都会有所提高 我们看到 前小龙的第三代轮滑一 也已经出来了 从外观上 大体来看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关键是 它中间胸部 它第二代是由四个轮子 变成八个 到了第三代 八个轮子当中的四个轮子 又变大了一点点 它这种微调 是出于什么考虑 通过轮子的尺寸的调整 在稳定性和灵活性上面 找一个折衷 稳定性和灵活性 其实它让中间四个轮子变大 是让它更灵活 以前因为胸部八个轮子 确实很稳定 很平稳 但是它可能变方向 调子会差一点 但是它又不能减少轮子的数量 所以它在轮子的直径上 有一些调整 对 它这个直径差多少 是不是也应该经过一些计算 这个是需要发明人 自己去摸索 也可以通过一些计算 但是可能实践经验 会占比较大的比重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来看看 田小龙对他的这个 急性轮滑衣 第三代 还会有什么样的调整和测试呢 在为大家表演了各种高难度动作后 小龙的轮滑衣赢得了大家的掌声 见过这个东西吗 没见过 没见过是吧 好玩吗 这个 挺好玩是吧 健身 强身健体 这个就娱乐 挺娱乐的是吧 对 小龙的 你见过吗 喜欢这东西吗 你不喜欢 第三代轮滑衣首次测试 性能和效果都非常不错 也赢得了大家的好评 接下来 在记者的提议下 我们来到了新疆大学 准备请这里的同学们 分别体验一下第三代轮滑衣 我们首先请到的是来自新疆大学 轮滑协会的同学 那个你见过这种轮滑衣吗 这个好像是在电影上看到过 你在电影里面看过我是吧 在现实中从来没见过 对 现实中从来没见过 有没有想体验一下的感觉 这个有点好害怕 害怕是吧 好远远的 你见过这种轮滑衣吗 我在电影里面见过 在电影里面见过是吧 对 我觉得特别帅 你帅了是吧 你会玩轮滑吗 我不会 不太会 你不会玩轮滑 敢不敢一会儿试一下这轮滑衣 就这样决定了 你试一下 可以试一下 尽管有这多年的轮滑经验 这名小伙子却仍然有些害怕 穿好衣服后 小龙稍做了些指导 体验马上开始了 您保驾护房啊 放心啊 那就准备开始吧 三 二 一 走 小伙子起步的速度太慢 滑行的距离有点短 不过他可比记者胆大多了 什么感觉怎么样 怎么样 刚刚 上一条 害怕 今儿有点害怕 你刚刚滑行的才 才一两米吧 再试一下 还想试一下吗 再试一下 好玩吗 这个 跳玩的 刺激吗 刺激 现在再试一下 来 好的 好 有了第一次的体验 小伙子还想再试一下 好 好玩吗 来来来 不要帮他 然后自己起来 自己起来 好玩吗 好玩 好玩啊 刚刚觉得这也没有进步啊 有进步是吧 对 觉得自己还能滑来更远是吧 可以 你也可以 刚刚遇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刚刚滑行过程当中 挡的人太多了 不是 刚才趴下去的时候有点困难 确实 第一次 不好练 不好练 看你就气喘吁吁的 对 你尽力了了 刚刚 已经尽力了 尽力了 对 行 接下来 又有一位轮滑协会的女生 自告奋勇地 参与了第三代轮滑衣的体验 没事 没受伤吧 没事 我起不来了 你看 看右手 看右手 女生的胆子比较小 这次的试滑并不算成功 小龙决定让她趴下来 推她一把 感受一下贴地面滑行的刺激 一二三 走 好玩吗 好玩啊 好玩啊 接下来的第三位体验者 是不会轮滑的女生 穿着轮滑衣连战都成问题的女生 能够驾驭第三代轮滑衣吗 你刚刚看了那个姑娘 她那个会玩轮滑 玩了好几年 轮滑鞋 那个姑娘 她玩轮滑衣 好像也没有成功 然后还肿态百出 你现在有没有胆量去试一下 从头到尾试一下 还是怎么着 先先就是趴下 让我体验一下 把我害怕摔掉 你也想跟她一样 先试一下滑行是吧 对 小龙怎么样 那可以 要不也像 她没有玩过 可以可以可以 如果说没玩过的话 首先呢 她滑不稳 滑不稳的话 首先这个滑行的保障就没有了 那如果说她下去的 可能性就不大 所以呢 我们就让她趴到地上 体验一下这个滑行的这个过程 行 还为了安全起见啊 对对对 要安全一些 好 行那咱们直接拍 来 要不让自己蹲下来试一试 能不能蹲下去 你蹲下来 往下蹲 慢点慢点 试一下我们扶着你啊 往下蹲 好 手出地 哎呦 还行还行还行 挺好的 好了 你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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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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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怎么样 啊 感觉怪了 什么 好怪 啊 好快 好快啊 好刺激 自己啊 对 想再玩一遍吗 可以可以 我觉得挺好玩的 再推 再推 一步一步 一步一步 一步这样就穿了 就是就是 好 好 好 幸福你 我蹭到了是吧 然后现在没点 刚刚没受伤吧应该 没有 没有受伤 非常好 非常好 我还在说 我是学俄语的 什么意思啊 非常好 非常好 行 好 谢谢你啊 没事 那行 第四位体验者 在前面的测试中 我们知道 轮滑1的速度已经超过了轮滑鞋 那么和其他项目相比 速度又如何呢 我们来到了乌鲁木骑士人民广场 请到了当地最有名的street life skate滑板工作室的小伙子们 让他们来和小龙比试比试 哎 哥们儿 这个滑板是吧 我想问一下 这个滑板的话 像您平时玩这个 玩多少年了 你这个 我玩了11年 玩了11年了 对啊 就我所知啊 这个滑板好像是应该是 应该算是极限运动的一个比赌 对对对 那咱们这个滑板的话 大概平均的速度大概能最快能打到多少公里 每小时 最快的话 具体不敢保证 反正朝最快的玩那个长板的话 它可能在100以上 100以上呢 对 比汽车还快啊 作为极限运动的比赌 滑板的最高时速 可达到100千米每小时 小龙的轮滑衣能够赢得比赛吗 你觉得一会儿轮滑衣能赢 还是滑板能赢 轮滑能赢 为什么 因为轮滑轮是多速度快 我觉得我们滑板能赢 你们滑板能赢 为什么 因为他们轮滑轮子太多了 我们轮子比较少 所以他们那个太沉了 我们比较轻 你们会轻一点是吧 一切准备就绪后 比赛开始了 那咱们比赛一会儿准备开始啊 这都是咱们轮滑衣的支持者 那都是咱们滑板的支持者 咱们比赛准备开始啊 听到我了 口令了吗 三 二 一 走 怎么样阿勇 刚刚比赛是不是 输了是吧 大概输了几米啊 一米左右吧 找一个更长路 咱们就可以尽情地发挥 无论是助跑啊 还是那个滑行的时间 都可以自己掌控 好吧 第一次比赛的距离较短 小龙的轮滑衣赢得了比赛 接下来赛道的距离拉长了 轮滑衣还会继续拔得头筹吗 第二轮比赛即将拉开序幕 准备好了吗 三 二 一 走你 我们发现 比赛一开始 轮滑衣就落后了 它能够超越滑板吗 在最后时刻 轮滑衣终于赶上来了 率先冲过终点 在经历了两轮与滑板速度的比拼后 记者又给小龙出了一个难题 我们将在鲤鱼山公园的山顶 进行与山顶车的速度最终对决 挑战的难度越来越大 小龙的轮滑衣能够再一次让大家 眼前一亮吗 记者特意选择的这条山道 是鲤鱼山公园通往山顶的 最陡的一条路 在这样的铺道上 轮滑衣和山地车的速度 就能够达到各自的最高速度了 我们在围观的人群中 找到了一名小伙子 准备让他骑着专业的山地车 和咱们的轮滑衣比一比 轮滑衣与山地车速度的最终对决 即将拉开序幕了 不过对于比赛结果的预判 大家却几乎都倾向于山地车 我觉得吧自行车它的轮车 比它那个轮滑的轮车大的多 它的速度 速度上可能要六块的多 我这是自行车 理由是什么 理由是自行车轮胎大 然后平地他也走得很快 更别说下坡了 比赛的气氛愈加紧张起来 所有人都在期待着结果 比赛马上开始 3 2 1 走 比赛一开始 两个人都像离开闲的劲一样 搜的冲过起跑线 双方已追我赶互不相让 一时间竟然封不出胜负 不过接下来 鹅华一逐渐甩看了山地车 摇摇领先 率先冲过了终点 好 好 下车 哇 真 好玩 好玩 怎么样 累不累啊 他先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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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足以口量 强跑了几秒钟 强跑了几秒钟大概 几秒钟 大概一秒两秒吧 两秒钟是吧 那你觉得刚刚这次比赛 效果怎么样 感觉怎么样 不服气 比赛的结果 小伙子有点不服气 他认为小龙有了强跑的行为 我们决定再来一次 看看到底谁的速度更快 第二轮对决开始了 这一次大家都没有强跑的行为 何华一再一次率先冲过终点 大家都在为伦华一的胜利而欢呼 谢谢你 不应该你不敢 你放 怎么样 刚刚没有那个吧 他没有长跑吧 没有啊 没有没有 大家一致都认为龙华快 你觉得怎么样 觉得他还跑得快 还跑得快啊 为什么 我跑的时候 那个 你啥 他一滑下去就走了 我挂不上了 你尽力了吗 尽力了 已经尽全力了是吗 尽管已经使出了全部力气 山地车的小伙子 还是没能赢得比赛 小龙 这次感觉怎么样 感觉良好 这次你尽力了吗 这次还行 反正都发挥正常 发挥正常是吧 对对对 刺激吧 刺激 感觉 非常刺激 我觉得我越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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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想来一次 到最后杀得出吗 还行 还行 可以控制 可以控制 没问题 感觉这个第三代龙华一效果好吗 非常好 非常好 对 非常满意 非常好 行 好 发明人的第三代极限龙华一 虽然在材料上面 可能由于自身经济的限制没有很大的提高 但是在性能上真的是一步一步都在趋于完美 前面我们说他的创意最终来自于成龙的电影 其实在现实当中也有穿这种轮华衣进行极限运动的人 比如说著名的有着轮华电行金刚支撑的法国人布朗杜 他在2012年就挑战了天门山的盘山公路的进行轮华的运动 那么接下来我们挑选的是新疆天池的盘山公路 我们田小龙的这个极限轮华衣 第三代要在那儿进行终极测试 我们去看一看 经过了层层考验 第三代轮华衣已经可以说是非常完美了 不过之前的测试都是在迟道上进行的 如果把轮华衣放在既有弯道又有坡道的地方 轮华衣还能顺利滑行吗 记者和小龙一行驱车来到了新疆天山天池风景区 准备在这里的盘山公路进行一次轮华衣的最终测试 冬季的天山天池风景旧历每不胜收 来到这里的每个人都感到心情愉悦 不过小龙却显得比较紧张 这次的天山天池之行绝对会令他终生难忘 在电影《十二生效》中 成龙穿着轮华衣在拉脱北亚的盘山公路上 上演了一幕幕惊险的场景 那么田小龙的轮华衣能不能够既安全 又快速地完成这次终极测试案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小龙 今天咱们来到新疆的天山天池 咱们您看到了 现在我们在下面找了一道弯 在这道弯咱们一会儿进行一个最终的测试 像咱们这龙华一会儿在这 您觉得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什么 最主要因为这个坡度还相对是比较大的 应该是达到7到10度 弯路都是在180度 所以安全是最主要的 不要去赶时间或者是近距 超过7件车的主要是安全第一 一定要匀速 这样能达到测试的目的就可以 对对对对 叔叔 咱们小龙 他这个龙华一已经经过了三代的改进 然后现在咱们给他做了一个最终的一个测试 在这个天山天池这工具上面 您有没有什么想对他说的现在 这样没啥说的 这是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 您对您儿子有信心吗 有 有信心是吗 有信心 行 那小龙咱们准备准备注意安全 以安全为第一前提 加油好吗 好的好的明白 行 这一次天山天池的终极测试 小龙将穿着轮环衣转过4到180度的弯 而这里的每段公路的坡度大约都有10度 4到弯 5段路大约有500米的距离 而进入冬季后 天山天池 处处有积雪 到处有结冰 如果稍有不慎 就会发生难以想象的后果 如何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 完成这次滑行 就是小龙面临带最大问题 第三代轮滑衣能够不负众望 完成终极测试吗 小龙 在注意安全的前提下 一定要以你最快的速度前行 好吧 好的好的 好 那我们准备开始 三二一 走 开始的一道小弯 轮滑衣很轻松的滑过去了 接下来就是第一道 180度的大弯 一个完美的飘移 轮滑衣转过了 180度的大弯 连我们的摄像机都差点没能追上 文华一的步伐 第二道180度大弯 文华一能够安全通过吗 手致向内 又是一个漂亮的飘移 小龙的轮滑衣即将通过第三道大弯 尽管顺利通过第三道大弯 尽管顺利通过第三道大弯 但轮滑衣却险些撞到墙壁 真让人捏了一把汗 时间已经过去一分多钟 小龙还剩最后一道 180度弯了 这里的坡道更加陡 小龙的轮滑衣能够顺利通过吗 文华一的地面窝槽声音越来越大 最后一个大弯 文华一顺利通过 时间定格在一分三十二秒 完成终极测试的小龙已经气喘吁吁 大家扶着他回到了山顶 怎么样了 累 累啊 累累累 我觉得挺安全的 非常惊喜 刺不刺激 刺激 爽吗 爽 刚刚从上面看下来 这一面下来挺顺的 对对对 自己有什么感受吗 刚刚 我觉得这个在可控范围之内 而且还能再快一些 嗯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五段蹒跚公路约五百米的长度 四到一百八十度大弯 稍有不慎就会发生难以想象的危险 田小龙穿着自己的第三代极限轮滑衣 完美地完成了本次终极测试 田小龙的极限轮滑衣 由废弃的滑轮和钢铁自制而成 全身共三十六个滑轮 经历了与轮滑节滑板和山地车的速度比赛 以及八字绕弯 和最终的新疆天山天池的盘山公路测试后 我们已经知道 田小龙的轮滑衣所具备的良好的安全性 灵活性和速度了 尽管一路走来遇到了无数困难 经历了无数失败 小龙还是用自己的双手打造出了极限轮滑衣 完成了自己的梦想 龙滑衣这个发明 无论是从它的实现的功能 还是它的设计构思上 我觉得都比较巧妙 如果说要有几个建议的话 那么可能要注意如下几点 一个是如果它能够借鉴现在的 龙滑鞋的一些制动装置 能在龙滑衣上有所体现 那么它的安全性会进一步提高 第二个 从穿着的舒适性上来讲 就是在滑的过程中 可能会有一些 就是人从站立状态到俯卧状态 这个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冲击 如果正在轮子的结构设计上 增加一些缓冲装置 可能在应用的舒适性上会有情况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我爱发明的节目内容了 如果观众朋友有什么好的发明和创意 要和大家分享的话 可以登陆我爱发明的官方网站 还有新浪微博 今天也再一次感谢王子熙老师 来到演播室参与我们的节目 谢谢朋友们的收看 欢迎继续关注 客家频道的其他节目内容 人工采挖耗时耗力 无敌铁手前来帮忙 他能代替人工采挖药材吗 面对严峻的考验 他能否保持以往的水平 面对声势浩大的百人大战 他又能否取得胜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